我听见了太子的心声 他说我长得真丑 太子也听见了我的心声 我骂他长得像傻逼 我俩面面相去 突然一道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我要先谋杀太子 然后再杀了太子妃 太子和我虎屈一顿 谁 谁要杀了我 一代王者下山坡 记住我是你鱼哥 你可以不点关注就走 我也可以立马磕头 突突于提醒你 打开WiFi 证文开始啦 我是太后亲自挑选的太子妃 成婚这天 数十里的红装 马车有序的从街头排到街尾 路旁铺着数不进的花瓣 排面要多大就有多大 等该是喜庆日子 大家都笑呵呵 只有太子周琪一路黑着脸 看不到一丝丝的喜悦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我长得丑 迎亲一路 我都能听见他的心声 我堂堂一太子 怎么娶个这么丑的媳妇 呜 太子妃长得太丑了 今晚我一定要把自己灌醉 坚决不跟他洞房 我好吃亏 媳妇好丑 我咬牙 人 思一喊一拜天地的时候 周琪不情不愿 高傲着一张头站在那 冷然地盯着我 周围众人窃窃私语 看我笑话 在皇帝的催促下 思一又喊了一声 一拜天地 周琪还是不为所动 高高在上 我站得不耐烦了 按骂一声 周琪这个傻逼 脚跟隐隐生疼 觉得还不过瘾 又骂了一句 周琪是智障吗 连一拜天地都听不懂 我的命真苦 嫁了个智障 神奇的是 我一骂完 周琪就乖乖地 跟我拜完所有天地了 皇帝很开心 里程之后 让我和周琪手牵手 进入洞房 周琪又嫌弃了 我才不要牵 这个丑女人的手 他不牵我手 扯了我袖子的一脚 嫌弃地把我牵了进去 看着他那嫌弃的动作 在盖头下 我猛翻了几个白眼 回到房间 他不耐烦地 把我盖头掀开 看了我一眼 真丑 我忍 和他坐在洗床上 面面相去 相顾两无言 从对方的眼神中 都能看见 有多嫌弃对方 周琪嫌弃我 是因为我是太后亲选 放在他身边的 他把我当成一颗毒瘤 我嫌弃她 是因为她有眼无珠 我明明是金城四美 在她眼里就成了丑女 就在我们瞪了眼睛 累的时候 突然一道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计划完美进行中 接下来我要先谋杀太子 然后再杀了太子妃 我和太子虎去一顿 一口同声 谁 谁要杀了我 话音刚落 我们都震惊了 周琪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问 你也听到了 我点头 嗯 听到了 墨地 周琪起身 远离了我几步 丑女 她定定地看着我 不说话 这是她的心声 我这次忍不了了 食指不客气地指着她 你全家才丑 她瞪大眼睛 又离我远了几步 酥碎碎是个大丑女 我气得拿起旁边的抱枕 向她猛砸过去 周琪 你是智障啊 我这么的大美女 你竟然说我丑哦 这下周琪不淡定了 她快步走过来 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你能听到我的心声 能 你刚骂了我一路丑女 我咬牙切齿 忍着揍她的冲动 她思索了一会 说道 我也能听见你的心声 刚刚拜堂的时候 你骂我傻臂 执掌 我狠狠点头 对 看着我这么肯定 周琪脸瞬间黑了下去 阴沉地活像个阎罗王 不过我不怕她 既然我和她能互听心声 所幸什么话不藏着噎着了 敞开了聊 我把身上繁琐的头饰拿掉 缓着腿坐床上 看着周琪问 刚刚有人说要杀了我们 你听清楚是谁的声音了吗 周琪众眉看着我不优雅的动作 摇头 听不清 但是我认为 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们都能听到她的心声 那就应该提前想好对策 那要是她也能听到我们的心声呢 周琪被噎了一下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她深沉地看了我一眼 要想活命 我们得合作 我非常赞同 我们决定少点内心戏 多用嘴巴沟通 我们约法三章 要和谐有爱 不能呼骂 那道声音又来了 她带着她的计划 一字一句地告诉我们 她今晚就要行动了 今晚 先把太子灌醉 等他们熟睡的时候 潜入他们房间 把太子捅死 然后把她的那里割掉 拿去喂鸡 声音恶狠狠地 把周琪吓了一大跳 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那里 看到我看她 又若无其事地把手移开 那道声音还在描述 怎么让太子惨死 怎么让我变成害太子惨死的人 然后又怎样把我害死 计划结束 我忍不住盯着周琪问 你是不是做什么不好的事 让人家这么记恨你 还有你的 那里 周琪听到我对她不好的怀疑 恼羞成怒 我不知道 我啥也没做过 我不信 在我继续探索的目光下 她脸红脖子粗的 像是只受惊的小鸟 我没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那人是变态 我其实还是个厨 我常常的嗡了一声 在她发飙前 停止了我探索的目光 因为离得远 我和周琪听不清 这到底是谁的声音 只知道要害我们的人 是个女的 而且是上了年纪的女人 走到床边 一看到我就像探到兔子 如猛虎声扑 我大惊 她这一看就是真醉了呀 因为她叫我娘子 娘子 你 你怎么不说话 我被她压在身下 完全就说不了话 她这一猛扑过来 差点被吓死了好吗 我缓了缓 然后手撑着她 你起来 撑不动 她还低头醉眼朦胧 用手描绘我的眼眉 你这么好看 不是我今天娶的那首婆娘 还在说我丑 不是说合作愉快吗 我气炸了 用手扇了她一巴掌 想让她清醒一点 她猛了 摸着被打的那一边脸 摇摇晃晃起来 站在床边一脸戒备的看着我 你是谁 是要来杀我的吗 我无奈 往她另一边脸 再来一巴掌 你能清醒点吗 手有点麻 这一巴掌打的有点重 她的脸瞬间肿了起来 再任她这么发疯下去 估计算被人暗算的时候 我要跟着她同时打 我才不要 这下 周琪真的是被我打醒了 她甩甩头 重新看向我的那瞬间 眼神清朗 嗯 我清醒了 她一般的眼睛 犀利的在房间四处盘看 她一脸戒备的状态 搞得我也很紧张 突然 她一把抓住我 神情严肃的嘘了一声 我心脏砰砰跳 声音轻轻的问 人要来了吗 她沉默了一会 让紧张的氛围又上升一个度 我揪紧她的衣袖 也跟着戒备的看着四周 周琪握紧我的手 悠悠开口 娘子 分子前的红包 你数了吗 有多少 美女无余 如果她不是装的 那就是真的醉得一塌糊涂了 我把她揍了一顿 让她晕死过去 照她这样子 就算那人要暗杀我们 她也是拖后腿的 我原本可以跑 但是奈何我是她的新婚妻子 再加上 今天我们莫名其妙的 听到对方的心声 又听到别人 想要暗杀我们的心声 所以最后 我们不仅拜了天地 还顺便拜了把子 说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现在她有难 我也不可能丢下她就跑 周琪睡过去了 我一个人躺在她身边 睁着眼睛守夜 守着守着 天亮了 要杀我们的人都还没来 周琪醒的时候 被我的黑眼圈吓了一跳 她紧张地拉着我问 那人来了吗 熬了一个大夜 浑身没力气 我懒懒地回她 可能等会儿就来了吧 周琪解释 昨晚皇上一直在旁边劝酒 她架不住 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我摆摆手 换她守着 我要睡一会儿 真的扛不住了 等会儿还要去敬茶呢 入睡前 突然听到一道懊悔的声音 糟糕 睡过头了 忘记要去暗杀太子的事了 不急 那就进行B计划吧 想到昨晚 我睁着眼睛躺了一整晚 烦躁地在心里重骂 靠 有病啊 周琪 在骂我吗 那人的B计划是 在我们入宫 给皇帝和皇后敬茶的时候 把太子赐死 周琪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我俩死 还得有顺序 还非得是我先死 我摊手 表示不知道 茶是要敬的 但是要害我们的人 也要给揪出来 由此 滑稽的一面出现了 我和周琪手牵手 视死如归地盯着大殿里面的每一个人 神情庄严肃目 大殿里面的一丝风吹草动 都让我和周琪过度紧张 手越牵越紧 皇帝看到了 喜笑颜开地和太后搭话 太后 你看他们 多恩爱啊 正想 过不久 正就有孙子孙女抱了 说着 还一脸欣慰地看着我们 我和周琪一愣 手像是过殿一样 迅速分开 太后笑眯眯地看着我 对我甚至感到满意 其实我和太后不熟 父亲也没有和她有多少来往 不知道太后怎么就看中我了 不过我倒是听说 太后一直都想扶持二皇子 一直把太子当成眼中钉 从太子对她态度来看 这传闻就是坐实了 她边点头边说 我选的太子妃 人美夸宽 肯定是生娃的好能手 我相信她 也相信阿琪 她说的铿锵有力 看向我们的眼神 是一脸的慈爱 不像是针对太子的意思 她招招手 把我换过去 这个给你 她把一袋东西递给我 附在我耳边说了些话 一下子 我脸通红 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 黑着脸皱眉的周琪 我向她抛了一个媚眼 在这里 我们不能心生交流 她估计不知道 我在向她传达什么意思 接收到我的媚眼之后 立刻慌张地四处观望 我把那袋小包收起来 悠哉悠哉地走回她身边 她扯瞅我袖子 学太后那样 覆在我耳边说悄悄话 怎样 你刚才站在高处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突如其来的温热 令我有点措手不及 耳朵好痒 痒到心底了 想到刚刚太后一脸暧昧地说 凑到我面前 一脸人触无害 你怎么了 怎么脸这么红 太后跟你说了什么 她一直追问 而我却不淡定了 我呼伦把她脸佛开 强装镇定 等下回家再说 她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 还想说些什么 突然 那道声音又响起来了 哎呀 人太多了 不好下手 我还是进行C计划吧 直到现在 我和周琪对敌人的情况 还是一无所获 双双躺在床上 感叹着悲碎的人生 周琪说她亲生母亲 很早就过世了 她一直被放在太后身边养着 但是太后一直都不喜欢她 她甚至还经常被太后打 在这后宫深渊 她谨言慎行 得不到关爱的她 只能努力学习 她说她的梦想是脱离皇家 四处游玩 当个潇洒之人 但是事与愿违 她是嫡长子 有皇位要继承 我叹 你也是可怜之人 周琪问我 你有什么烦心事 我不想打击她 说跟她结婚 就是我最烦心的事 所以换了个说法 有人想要杀我 这就是我的烦心事 如果不跟她成亲 我就不会被人惦记上了 不过这我不敢说 也不敢心生透露 毕竟皇家之命不能不从 周琪沉淹了片刻 而后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 问我 今天太后给了你什么 又与你说了些什么 她好像有点防备 我顿了一回 然后把那袋东西掏出来 一五一十的跟她说了 周琪眼眸一压 眼里划过一丝不信任 娘子 我们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所以你相不相信我的话 她神色明重 很是严肃 我点头 信 她觉得太后不可能对她这么好 这包药材肯定有问题 让我把她放远点 我顺了她的意 把那包药藏好 为了找出想要害我们的人 我和周琪整天都待在一块 除了她去上早巢 其余的时间 我们就像双胞胎一样 出双入队 妃嫔们看见 又说了 太子和太子妃真是好生恩爱 我们真是好生羡慕啊 嗯 爱爱成双队 玩儿快快来 啊 最近后宫嫔妃们 怎么对玩儿这么感兴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后宠我的关系 这些废品们很爱跟我套近乎 他们跟我说聊周琪小时候的事情 说她乖巧听话 学习用功 一天能背一本书 我知道周琪厉害 但是也没必要那么夸张吧 我很给面子的认真听着 实则是打起十二分精神 仔细观察 一想到 这些跟我套近乎的人 有可能就有密谋要杀掉我和周琪的人 我绝不可能懈怠 回门那天 那道声音又来了 是时候该进行C计划了 趁他们回门 半路劫持 杀了周琪 我们一听到他的C计划 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周琪穿好了盔甲 擦好长刀 被足人马 等着迎战 我们一路提防 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 可是等了很久 走了很久 已经到娘家门口了 都没见有啥动静 我们下了马车 让随从台里进了门 原本我爹欢欢喜喜出来迎接 但是看到周琪的一身装扮 有点被吓到了 他接下巴巴道 女婿 您穿这一身 可是要准备去打仗 周琪有苦说不出 我只好替他解围 爹爹 你不要紧张 吓死我了 一大堆乌样样的人 女婿还穿着盔甲 一脸的杀气 我以为要抄家来了 呃 确实是 周琪虽然长得帅 但是他常年脸色冷漠 巨人之外 如果不是听到他的心声 我也不会知道 实际上他那么可爱 可爱 我怎么突然 会用这个词描述他 我瞟了一眼和我娘 一本正经聊天的男人 心里痒痒的 有点怪异 晚上躺在床上 周琪问我 你今晚一晚上 偷偷看我做什么 我爆雷 我哪有偷偷 我哪有 你别污蔑我好吗 他冷笑一声 想看就看 我是你相公 以后别偷偷看 糟糕 心跳好快 这几天 在皇宫里 我都是和周琪 躺在一张床上睡的 家里的床很大 就算我翻五个身 都碰不到他 所以我们没有分床睡 也没必要 但是回到娘家 我的床小啊 此刻躺在一起 衣服碰衣服 连翻个身 我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散发的热度 我躺直不敢动 手放在交叉 他放在腹部上 第一次睡得这么优雅 两人的距离 不过寥寥几厘米 耳边竟是周琪的呼吸声 时而轻时而重 轻的时候 如羽毛扫过我耳间 重的时候 如一颗颗石头挤我心 在我心底泛起了一丝丝水花 我这是怎么了 你不闭眼吗 一道低沉的声音 打破沉寂 我目光不自觉地往生源处看 只能看到他的下巴 脸庞轮廓感很强 再往下 就是纤长的脖梗 隐隐看到上面的青脉 有点魅惑 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盯着他性感的脖子 眼神发直 周琪轻笑一声 好看吗 我下意识回到 好看 想咬一口 说完 我心突然狂跳 尴尬 我这说什么虎狼之词啊 明明在皇宫 我俩躺在床上的时候 把对方当同性 各玩各的 现在突然怎么肥事 好尴尬 你尴尬什么 碎碎 你今天怎么了 不是偷偷看我 就是盯着我看 我 有什么问题吗 周琪坐起来 俯身盯着我问 这个姿势 好像是侧着 把我拥进怀里 我瞬间僵住 忘记心声能被他听到了 嗯 哈哈 就是觉得 你今天穿盔甲挺帅 忍不住多看两眼 我灵机一动 赞扬他一波 他不好意思起来 挠挠头 是吗 原来你喜欢这样的呀 周琪的憨样 好像只有在我面前才表现的 在外人面前 他一概喜欢白起脸色 甚至还巨人千里之外 自从他以为 我喜欢看他穿盔甲后 这小子就时不时的 穿来给我看两眼 嘿嘿 这一天 原本在上早朝的周琪 突然折回来了 我在室内用早扇 远远就看到 周琪神色匆匆的踏进来 看着桌面的食物 神色大惊 别吃了 他声音太大 倒下愣住了 啥 周琪二话不说 从背后抱起我 结实的双臂围着我的肚子 一抽一抽地 碎碎 把东西吐出来 快吐出来 那个新生 他刚刚说F计划不行 要换G计划了 G计划是什么 我难受的问 他换目标了 他要先杀了你 他的G计划 就是扮演下人 对你饭菜进行下毒 这估计是周琪说话 最快速的高光时刻了 我一听 急忙拍拍他的手 放我下来 这样不行 我自己去吐 我手捅着喉咙 把刚吞下肚的食物 吐了出来 周琪不放心 又吩咐下人 赶紧去请太医过来 太医过来看了看 说我没中毒 身体很健康 周琪这才放下心来 由于害怕宫女混进来 周琪把所有女眷 都远离我们十里之外 并再三吩咐 不得踏进这里半步 他不放心 连仆人都吩咐 不得踏进这里半步 只留下他贴身的副手 我笑他 未免太过紧张 按照之前那人的 一顿猛虎操作 他每次都是只做计划 从不实现 所以最后和周琪都摆烂了 因为他每次 不是借口说忘记了 就是借口说周琪身边随从多 不好下手 所以N个计划 他都没完成 只是没想到 他突然风向转了 要先从我下手 周琪很严肃 这几天 我们得随时在一起 还有 是被吓到了 拉过我的手揉声道 别害怕 你是太子妃 我绝不会让人伤害到你 我更呆滞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 和第一天在心底 骂我一路仇女的男人 完全不一样了 曾几何时 他变了 我也变了 我们变得有点 暧昧 之前我们当兄弟相处 有爱和睦 全是为了合作 为了活命 现在 在那个人心生的撮合下 我和周琪长久的待在一起 我对他的感觉 越来越不一样了 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是欣赏 是喜欢 我原本觉得 他应该是讨厌我的 毕竟我是太后亲定的人 他也一直认为 我是太后安排在他身边的地雷 只不过 现在有比太后更棘手的人 他需要和我合作 先把那人揪出来处理掉 碎碎 我发愣之际 周琪捏了捏我手背 像是被火烫到一样 我立马缩了回来 周琪眼眸又暗了一下 好像有点小失落 我心里也跟着闷闷的 我知道 自己已经完了 接下来这几天 偌大的院里 只有我和周琪两个人 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亲力亲为 不过大部分都是周琪一个人做 厨房烧水做菜 堂堂一太子 每天都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 我说我要帮忙 他不愿意 就让我好好坐着 短短几天 我就感觉我胖了 也忧郁了 周琪发现这样发展也不行 鼻子都被别人牵着走 索性带着我出去游玩几天 住在客栈的那一晚 我不禁在想 难道这就是蜜月旅行 什么是蜜月旅行 周琪翻了个身 瞪着他黑亮的双眸 满是好奇 我又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透露心声了 呜呜 这是太后跟我说的 蜜月旅行 是刚完婚的夫妻 要出去甜甜蜜蜜游玩几天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这个算不算 我巴巴地问着他 周琪点头 算 听到他的回答 我不禁笑了笑 嗷了一声 不好意思地翻过身背对他 想到今天在选客栈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只要离一间房 不过我不介意 我已经习惯了他 躺在身边的感觉了 有他的气息 我才会感觉到安心 不知不觉中熟睡过去 迷迷呼呼呼中 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 目光有些热烈 连熟睡中的 我都感觉有些燥热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猛了 我知道我睡觉爱翻身 但是也不至于翻身 爬到周琪身上来吧 这里太小了 一定是这样 小吗 周琪手工艺 先生又不小心透露出去了 想撞强死 我干大的黑黑一笑 其实也不小 挺大的 你 可嗨嗨 他好像是被这个答案给惊到了 胸得一口气没上来 直咳嗽 我迷茫地看着他 手挂在他脖子上 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周琪怎么突然那么热 脸那么红 见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他又轻咳几声 你先追下来 我出去给你找吃的 我憨憨地从他身上爬起来 僵直地背对他 待他穿戴好出去了 才敢有所动作 太丢脸了 简直是 我摸着烧了一样的脸盘 懊恼着 昨晚不会抱了他一夜吧 突然扑斥一声轻笑传来 是周琪的心声 我脸更烧了 蜜月旅游没有带任何仆人 只带了一个他身边的侍卫 周琪一向能文能武 表面看着他冷清寡淡 但是出来玩 倒像是个未长大的少年 碰到稀奇玩意儿 他总要带给我试试 一遍一遍喊着夫人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花灯节这晚 我们把对对方的祝福送出去之后 我就揪着他问 我美吗 周琪一正 您是我 扮上他才红着耳朵说 美 我撅起嘴巴 那你第一天还说我丑 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撒娇 而且是无意识的 我错了 我有眼无珠 他认错倒是挺快 我们相视一笑 从周琪的眸中 我看到某些情愫在翻滚 我又把他揪近一点 在他带着稀奇的目光下 我缓缓开口 周琪 你有没有 接下来的话 我说不出口了 因为我胸前欠尽了一支剑 胸口很疼 而且出了很多血 碎碎 晕过去之前 我不仅看见周琪慌张到惨白的脸 还听见了那道心声 满是得意 终于杀死一个了 所以我要死了吗 可是我才二十岁 我还不想死那么快 隐隐约约 我听见一道声线极其不稳 即使周琪颓废了一张脸 和一双肿着的双眼 碎碎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他哭了 好像是 他哭得有点悲痛 给我一种在哭丧的感觉 我撇撇嘴 想伸手拍拍他安慰 不料却扯到了伤口 撕 我靠 疼 周琪见状 马上换来太医 给我上了止疼药 太医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我们没回宫 还是在客栈里 不过却多了一张拼接床 和宫里的一样大了 周琪埋怨地看着我 神情欲言又止 我叹了口气 想说什么就说 我话音刚落 他就开口了 为什么要帮我挡箭 又换上了一副严肃的模样 我躺着 把玩着他的小拇指 躲闪过他犀利的双眼 是了 那晚花灯会 那只剑是从他后面射过来的 目标是他 我也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死 会有多疼 只是下意识地 挡在他面前了 刚好那只剑 就中了我的胸口 不过估计 那人剑术不咋地 射偏了 如果正中心脏 阎王爷就算想送 我也回不来了 我好心帮周琪挡箭 但是他却不开心了 他很生气 大力地收回他的手 不给我碰 接下来的好多天 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但是却给我白脸色 直到我忍不住委屈地哭了 他才慌张地拍拍我后背 安抚我 别哭了 是我不好 他越安慰我 我越得寸进尺 一直哭不止 最后他也跟着哭 我猛了 你要是有点什么事 我怎么办 你做事能不能多想想我 我死了 惊惊胆战地过多少天 我甚至想着 你是因为我才这样的 我很自责 我说过要保护你的 可是你却伤得这么重 我见他哭得比我还惨 我只好生生顿住 不过我倒是知道了 周琪是真的很在意我 我闷了一会 才开口 周琪你压到我胸口了 他慌张地站起来 就想扒开我衣服 看看有没有重新出血 我不好意思地制止他的手 我没事 就一个小伤口 在你这么多天精心地照顾下 我好得很快 他捏紧拳头 眼里有着懊恼 我知道 他这几天生气不仅对我 更多的还是对他自己 他在怪自己没有保护好我 想通了某一个点之后 我眉眼弯弯 嘴角裂开得更大 靠近他 看着他的眉眼 把那晚没问完的话再问一遍 周琪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时间静止了几秒 周琪吞咽了下 耸突的喉结上下滚了滚 声音干哑 嗯 是 答案毫无意外 我扑进他怀里 羞红了脸 我也是 他身体一僵 过了许久 才小心翼翼地搂住我 下巴抵在我发柄上 窥探一声 那你以后 不要再做这些危险的事了 他还上纲上线了 就你也不行吗 用你的安危救我 不行 他毫不犹豫 一点伤量的余地也没有 在上次的被剑击中后 那道声音欢呼喝彩 我和周琪准准确确地确定了 那道声音 就是太后的 老话说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 在伤好了之后 我们就得打包回府 其实说起来 还要感谢太后 如果不是她 我和周琪的感情 也不会升温那么快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决定 一起和太后面对面刚 问问她到底什么条件 才愿意放过我们 可花文出口了 她却装傻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我很气 想冲上前去 毁掉她虚伪的面容 周琪却紧紧抓住我的手 捏了捏以示安慰 太后 从小你就不待见我 我知道你讨厌我 恨不得我去死 其实我也讨厌你 但是今天 我很感谢你 把碎碎送到我身边 无论是你的阴谋也好 还是其他诡计也罢 我也认了 我确实爱上了她 如果她要 我的命都是她的 我只希望你不要动她 怎么回事 周琪到现在 是不是都还在以为 我和太后是一对的 周琪说过 她母后的死 就是跟太后有关 太后养大了她 却不小心让她知道了这件事 这也是太后 一直想谋杀掉她的原因 只不过突然多出了一个我 而且还能互相听到心声 这才抱团合作 其实我看得出 她很伤心 只是强装坚强 太后听完她的一席话之后 周琪眉毛 不耐烦地把我们赶走 说让我们别在她面前秀恩爱 我把周琪拉走 想回家问问她 是不是对我还有所怀疑 在房间内 我插着腰 威风凛凛 周琪 你还在怀疑我和太后是一对的 你太伤我心了 今晚你睡客房 别来跟我挤 不理会她可怜巴巴的眼神 直接把她赶出房门 门外 传来周琪委屈的声音 夫人 我错了 夫人 我知道她今天那样说 是因为太后根本就不会放过她 如果真的是这样 她想把我支支度外 保我平安无事 可是 虽然知道 她是故意这样说给太后听的 我还是觉得心痛 她说她可以随时把命给我 意思就是 如果太后要 可以找我拿 但前提是 留我平安 没有了周琪 我左右翻身睡不着 最后还是把她放进来 她就像一条喀巴狗一样 抱着我不撒手 周琪 哎 夫人 她应得倒是快 看着她在外面被吹红的眼眶 心里隐隐饭疼 心疼她 我还着她的腰 将脸埋进她的脖梗处 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 这是惩罚 我抬头对着她挡 周琪眼神忧深 炙热的唇贴上来 极致的温柔 生怕我会被碰坏一样 这一瞬间悸动 让我忘了周遭的一切 尽情享受 在这罪人的温柔里面 在夜色里 我们缠绵 用尽全力去拥有对方 月色渐浅 生息才尽 却在我们闭上眼安寝的那一刻 我们琪琪听到一声欢呼 攻略成功 男女主已经相爱 系统业绩达标了 暴毙时间开始倒数 周琪 我 我和周琪猛然睁开眼 一早突然传来 太后暴毙而亡的消息 整个皇宫 都弥漫着一片白色 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 我和周琪傻眼了 太后的心声 最后说的是 暴毙时间开始倒数 然后太后就真的暴毙而亡了 而且自从她走了之后 我和周琪 再也不能听到对方的心声了 不过我们不介意 好在这最大的隐患不在了 我的心像泄了 中千金般的石头 即刻得到放松 太后死了一个月后 我在整理房间 看到了那包春药 当时收在这里 还没丢 我随手把它丢掉 里面的药粉散了出来 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有字 我捡起来 看到上面写到 第二天下不来床粉 最底下还有一行字 浅浅的 如果不认真看的话 估计就错过了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不是来害你们的 那么的 我拿给周琪看 周琪说 这就是太后的字 而且我又把那包粉包回来 给太医检查 太医说 这就是正常的一包春药 纯春药 我和周琪又双双躺在床上 感慨人生 太神奇了 你说太后 是不是不是之前的太后 她是外来人 有特殊能力 让我们听到心声 撮合我们在一起 她为什么撮合我们在一起 因为她说了 她有任务啊 周琪点头 你说的好像也对 我继续发挥 我的天马行空 她带着任务来撮合我们 然后看到我们相爱了 又带着任务 把之前害你的太后给带走了 她任务完成了 然后超能力又得到了提升 一举两得 周琪的手在我身上作案 又能分得出心来回应我 何以见得 话本里都是这么说的 她的手停顿了一会 估计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随后又开始动作 声音迷糊 你很有潜力去写话本 我刚想回应 嘴却被堵住了 事后 周琪缩在被窝 我忍不住逗她 你怎么又弱又强的脸 估计是听到我说她弱 她不乐意了 哼了一声 转头就不理我了 我笑笑 觉得这生活真有趣 以后还会更有趣 我很期待 番外太后视角 这一次的攻略任务是 在为被梳理的太后追杀之前 让男女主提前相爱 这对我这个系统 业绩王者来说 小菜一碟 虽然和原剧情背道而驰 但是尚不交代 只要让男女主 在两个月内相爱 就算完成任务了 原来的剧情是 太后侵选太子妃 以太子妃为诱儿 转移目光 从而暗杀太子 太子请求皇上帮忙 而皇上却被太后操控 下令追杀太子 最终太子谋反 血洗整个皇宫 连她的太子妃也不放过 只不过最后她发现 太子妃根本没有参与暗杀她 她只是一个无辜的女人 明明她对她一见钟情 却因为太后 她竟也对她心生恨疑 再发现最后 她是被冤枉之后 太子接受不了 悲痛的从城楼一跃而下 整个故事全员毙 我为了让他们尽早相爱 让他们读懂对方的心声 也让他们听到我的心声 然后以上帝视角 看他们兵荒马乱的互动 甚是有趣 不过剧里的太后真是暗眼 这么甜蜜的一对 我可舍不得最后还要被她破坏 谁知道我走了之后 后面的剧情会怎么发展 所以没经过同意 悄咪咪的把原来的太后 提前送上西天 虽然被上都知道了 被扣了一些钱 但是我业绩王的地位 还是无人能撼动 西全文完